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出片 上星期我們就跟大家盤點過 2024年年頭這一季大家可以選擇的旗艦手機 不過一眾大廠旗艦在2024年年頭搶集發佈和上市之後 4月還有一部黑馬等著發售 它就是出自Honor的Magic 6 Pro 近兩年在國際市場開始發力的中國內地手機廠Honor 原本就是華為的便宜價定位子品牌 後來在華為被美國封殺之後獨立成軍 但就繼續走高性價比的路線 最新的旗艦機Magic 6 Pro 在2月MWC公佈國際版詳情之後 在上星期亦正式登入香港 售價都只是$7,499 預訂還可以免費升級到1TB容量的版本 以它S8 Gen3的處理規格來說 在2024的市場都算是數一數二的高性價比選擇 而Honor Magic 6 Pro的最大賣點 除了2024年旗艦機必然要有的AI功能之外 它的拍攝能力亦都是市場的注目焦點 單單是在DXO Mark再次刷新紀錄 除了拍攝評分No.1的位置 就令人對它有所期待 今天這條片我們就會同大家 由Honor Magic 6 Pro的外型 試到入內裡的功能 看看它的獨家AI有多方便到我們日常用之餘 當然都要看看它拍攝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究竟它可不可以在雲雲的旗艦機當中脫穎而出來 想知道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和和旁邊的鐘啦 Honor在正式獨立之後的一段時間 推出的手機都被人說它依然走不出華為的影子 但由去年到Honor Magic 5 Pro開始 它們的手機設計語言就明顯有所隔身 半面鏡頭採用的三個排列就成為了其中一個標誌 來到2024年的Magic 6 Pro Honor就在上代的基礎之上 再加入一些旗艦機的高貴元素 例如今次的綠色機身版本 機背就加入了仿皮紋理 在手感上對比只有磨砂質感的黑色版本 真的提升了不少 而在機面方面 當其他廠商都開始跟隨Apple的腳步 改用平面玻璃的時候 Honor就繼續在Magic 6 Pro上面 用了四邊曲面的玻璃 除了手感不錯之外 亦都令Honor Magic 6 Pro 6.8吋的LTPO AMOLED螢幕 顯得邊圈更加窄 同時它的邊框不會太幼 拿上手都幾貼合手型 不會出現刮手的情況 另一方面 Honor就強調Magic 6 Pro機面 用了Honor巨犀玻璃 出得了SGS的五星抗跌認證 在發佈會上實試 就算這樣打它 玻璃面都絲毫無損 即使平時不粒個機套 用的時候都可以放心很多 在屏幕上方有一塊細小的黑色區域 Honor官方就稱之為Magic Capsule 這個位置除了有5000萬像素的前置鏡頭之外 還加入了一個TOF 3D鏡頭 可以為Honor Magic 6 Pro帶來3D的面孔辨識解鎖 這個功能在現今的Android機都算是幾罕見 我們就在10機測試過 無論你記錄面孔的操作過程 以及用來解鎖的速度 跟iPhone的Face ID都非常接近 但它比iPhone好的地方 就算你用不到 或是不想用3D面孔辨識 都一樣可以用平下指毛辨識進行解鎖 不會只有一種解鎖方式 就有比較大的彈性 除了用來進行解鎖 這個TOF鏡頭還可以辨識到一些手勢 比用家進行隔空操作 例如Capscreen 向下滑動 返回上一頁等等 不過其實這些功能都不算是甚麼新東西 而且反應和準確性都非常之一般 等到螢幕展示的圖示出來 真是心急的話 都一早就按到螢幕上 所以這一組隔空操作功能的實用性 其實就比較低了 不過這個Magic Capsule 還有一個和多工處理相關的新功能 就是當特定Apps在背景運行的時候 例如播歌、計時、錄音 又或者收到Message 有人來電的時候 Magic Capsule會有不同的顯示效果 當用家按下去的時候 變大成另一個Tap 操作上和iPhone系列前鏈加入的 Dynamic Island動態都有九成三尺 以上提到的絕大多數功能 很多都熟口熟眠 但作為2024年的旗艦機 Honor Magic 6 Pro都加入了它的獨家AI功能 雖然沒有其他廠商的翻譯 轉錄那麼多元化 但就勝在夠實用 上手之後 好大機會會成為大家每日的必用功能之一 講的就是這個Honor Portal隨意援功能 用家只要長按一些可以拖動的文字 圖片 將它們拖去畫面的左右邊緣 Honor Magic 6 Pro的系統 就會自動識別這些內容的種類 並即時提供相對應的Apps 進行分享或者後續操作 例如拖動圖片去WhatsApp直接分享 又或者將含有地址的文字拖入Google Maps 即時尋找導航路線等等 都大大節省了好多出App入App和Copy&Paste的時間 Magic Portal的確是幾實用的 但除了它之外 Honor Magic 6 Pro可以拿得出手的AI功能 主要就放在拍攝方面 除了有自動決定場景的AI攝影功能 Magic 6 Pro上面一樣有Honor非常重點宣傳的鷹眼相機系統 在Magic 6 Pro上面就來到第二代了 這個鷹眼相機可以透過辨識畫面上的動作和人面 自動捕捉附有動感的相片 使用上就相當簡單 只是需要按住拍攝界面上的這個按鈕 然後找個位固定好部Magic 6 Pro就可以自動進行拍攝 靈敏度似乎是好過上一代的 但由於拍攝的決定 絕大部份都是交由系統全自動決定 作為用家依然都是有種不太踏實的感覺 有時以為它會拍到不錯的相片 但其實開門根本就沒有動過 那是不是真的實用呢 我就覺得一本一本這樣 撇除鷹眼相機這個AI功能 Magic 6 Pro的真實拍攝表現又是怎樣呢 在近年作為其中一個手機攝影指標的DXOMark 較早前就公佈了Honor Magic 6 Pro的測試評分 其中無論是主鏡頭拍攝又或者是自拍方面 Magic 6 Pro都力壓華為和OPPO的旗艦機 獲得DXOMark世界排名第一位置 DXOMark的分數作為參考就當然可以 不過Magic 6 Pro的拍攝能力是不是真的那麼強 當然要看看我們的實機拍攝結果 在主鏡頭方面 Magic 6 Pro採用的是獨家定制的 5千萬像素SIMOS OVH9000 尺寸是1.3分之1寸 加上它們自家的軟件算法 日拍方面當然有旗艦級手機的水準 而就算在低光或是光線條件比較複雜的夜景拍攝方面 Magic 6 Pro的這支主鏡頭都依然可以保持到畫質銳利 而且又不錯色水的拍攝表現 但以完全自動的Snapshot表現來說 絕對算是目前市場的頭幾名表現 另外對畫面聚事有損頭的朋友 可以留意Magic 6 Pro這支主鏡頭 更支援兩段光圈設定 我們可以在1.4和2光圈之間自由選擇 雖然就不可以像小米14 Ultra那樣做到過千級的調節 但如果單純只是想控制進光量和相片的散景 Magic 6 Pro都可以做得到 在另一個獲得DXO Mark好評的自拍方面 Magic 6 Pro的5千萬像素前置鏡頭都有不錯的拍攝能力 順光逆光的表現都可以保持人面清晰度 以及沒有太大的偏色問題 比較值得一讚的是它加入了TOF鏡頭進測距 在人像模式當中 人造散景的效果都相當自然 而Honor Magic 6 Pro在拍攝功能上的另一個重要賣點 就是手機界首見的1.8億像素長焦鏡頭 受惠於超高像素的CMOS Honor Magic 6 Pro的長焦鏡雖然只有2.5倍 但去到5倍、10倍都可以保持無損級數的影像 如果以可用的效果作為主要考慮 Honor Magic 6 Pro的這支1.8億像素鏡頭 去到30倍以內都有不錯的效果 但如果去到50倍甚至以上的倍數 就可以見到明顯的運算痕跡 如果將其他擁有5倍變焦的 2024年旗艦機放在一起來對比 就會見到有明顯的落差 而這支鏡頭最可貴的地方 其實是CMOS的尺寸可以去到1.49分之1寸 是目前旗艦手機當中最大尺寸 所以它除了日景拍攝有一定的水平 在夜景拍攝的時候 就算zoom到10倍都有十分銳利的成像 如果要跟其他廠的長焦夜景相對比 Honor Magic 6 Pro的相片在10至20倍的焦段 的確有稍微領先優勢 但又不算是很大幅度拋離感 Honor Magic 6 Pro在公佈發售詳情之後 最令人感到驚喜的相信都是它的售價了 畢竟是$7,499這個價位 可以買到的SA Gen3旗艦機其實都不是很多 價格上可以跟它匹敵的 就只有ASU Zenfone 11 Ultra 和OnePlus 12這兩部機 在實際的跑分表現方面 在Geekbench 6裡面 Magic 6 Pro的跑分成績 就算是今年的SA Gen3 Android旗艦機來說 比較後排的位置 不過來到比較需要圖像運算力的 3DMark Wildlife Extreme Unlimited裡面 Magic 6 Pro的得分距離 就跟一種Android旗艦機相近了 但另一方面要留意的是 雖然Magic 6 Pro有5600mAh的大電 但在GFX Bench跑分的電池測試裡面 Honor Magic 6 Pro在相同負荷的電池續航時間 就只是大約只有13小時 反應Honor在電力管理方面 稍為偏向手機的效能表現為主 如果需要長時間用來打機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Honor Magic 6 Pro的整體表現 的確可以令它製身2024年旗艦手機的前軟位置 但只是用7,499元的價錢就可以買得到 性價比的確有分差不多 但老實說 Honor Magic 6 Pro作為王牌賣點 甚至在DXO Mark上 拿到No.1分數的拍攝表現 對比其他同期推出的旗艦機 其實就不會太過飆青 平心而論 用來平日Snapshot下 Magic 6 Pro的表現都已經有8、9分左右 只不過真的要比較的話 在其他廠商都強調 找到不同名廠加持的同時 Honor Magic 6 Pro上片就稍為缺乏 一些具自家特色的調適方案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這部Honor Magic 6 Pro呢? 它又可不可以挑戰到 各位對國產手機的既有印象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和跟隔壁的鐘啦 Bye Bye